洗头研究所正用之点评 今天来测评七款木质香的沐浴露 木质香咱们常见的 比方说橙香 琥珀 龙咸 还有大家熟悉的檀香 檀香并不简单 有新檀有老檀 有浓的有淡的 有些檀香会让你感觉置身于静谧的寺院 有些呢 只会让你觉得尿急 混合着令人头脑清醒的神秘香味 那我今天会从四个方面 包括香型 清洁力 冲水的滑感 流香 分别来测评一下每一款产品 测评沐浴露是挺废皮 给强哥点个赞继续看 先说第一个 安野屋的这个果酸沐浴露 它的香型写的是黑檀木 与雪松香型 这个香味啊 怎么说呢 它的檀香是很纯正的 而且很浓郁 浓到就好像插了一把檀香 在你的鼻孔里的感觉 颇有点印度老山檀的风采 它这个厚调呢 有点这种皮革味 它是有点这种测痰的感觉 其实测痰不是说不好 能不能驱闻 怎么先搁到一边不说 至少说明这个痰啊 它是比较浓的 有的人喜欢 测痰也是浓香痰的代表之一嘛 这款从成分上来看 清洁力是属于强的啊 它用的AOS表活啊 冲水呢 是滑感上是中等 略偏滑一点点啊 那么它的流香 同样也是比较明显 比较浓郁的啊 这个是适合这种喜欢浓痰的人 接着讲这个啊 欧书丹的绅士沐浴露 是洗发沐浴二合一 今天只谈洗澡的问题啊 呃 说是木质香型 它这个香味啊 嗯 其实它是有点像我 前不久讲的那个香奈尔蔚蓝的啊 就是前调呢 有点柠檬有点薄荷 后调啊 是木质香 还有点海洋调 但是呢 也不能讲它是蔚蓝的平屏啊 因为这个明显 它的薄荷感更强一些啊 那么从清洁力上来看 是AES加APG表活啊 清洁力属于中等 冲水的滑感呢 也是中等 硫香方面这个就比较淡了啊 有一点木质香啊 和一点渣男香啊 喜欢蔚蓝的呢 我觉得可以尝试啊 但是因为这个薄荷量一旦多了以后 薄荷属于容易挥发掉的香味啊 所以它这个硫香呢 是远远没有蔚蓝那么骚的啊 再来呢 是T-touch me的啊 这款533号沐浴露 它是说木质富奇掉 这个香味啊 首先它整体是属于比较淡啊 主要呢 是一点这个柠檬和一点薄荷味 呃 含木量很低 我觉得如果说它有木箱 可能最多也就是10%吧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海洋调 那么说它的清洁力呢 呃 你看它的表格除了AES LAB啊 两个常见的以外 还加了两个造机啊 所以这是一款半造机型的沐浴露 那它的清洁力就属于 肯定是属于强的 呃 但是这种半造机型它的泡沫会比较的丰富啊 同时冲水的色感呢就会很明显 呃 这款我实际用的感觉跟那种全造机型的色感已经比较接近了啊 所以我觉得在流香上来说它微微有点点果香 反正和木香没什么关系啊 那么是适合这种喜欢造机型色感的啊 喜欢海洋调香型的人 好 再来说这个是且优的沐浴露啊 香型的叫茶歇 呃 它说是芳香木制调 这个香味啊 它就属于茶香和木香啊 各占了一半 茶呢 是那种比较苦涩的绿茶啊 木呢 是那种新鲜的木头啊 就好像旁边有个人在 在你旁边在刨木头一样啊 呃反正不是那种檀香的感觉 呃 总体香型上是比较淡啊 比较天然古朴的感觉 这个从清洁力上来看 它是一个安表加两个两性表活啊 清洁力是属于比较弱的 冲水的滑感属于中等 流香上来讲也是很淡啊 就是几乎闻不到 所以这个是适合喜欢这个香味 流香是越淡越好的人 就是讲这个啊 独特爱玲的沐浴露 它的款型呢 是叫我的少年 香型描述呢 是说木质花香调 这个香味啊 我觉得挺像我之前讲过的那个迪奥矿野啊 是一个蓝式香水的一个香型啊 有比较明显的这种烟熏木质香啊 还有皮革香啊 稍微带点柠檬味 呃 但是这个它比矿野的花香感会更明显一点啊 所以它会更多一点精装感啊 那从清洁力上来看呢 它用的AOS表活啊 所以清洁力属于强的 然后冲水的滑感属于中等 流香上来讲 它这个流香就很属于很明显的啊 呃花粉香加木质香啊 所以这个叫我的少年啊 真的不少年啊 骚年吧 我用完这个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品牌啊 它还有一款呃叫琥珀之药的 是说东方木质调啊 所以我把这款也用了一下啊 那么这款的香味呢 它既不像你像且优这种属于新鲜木啊 也不像安野屋这种属于老坛啊 它这个属于夹在中间的啊 少年坛啊 稍微带点侧坛啊 整体浓度中等 那么它的这个清洁力上也是AOS表活 所以也属于强 然后冲水的滑感呢 也是属于中等 在流香上来讲啊 如果这两个相比啊 呃这款的流香啊 它就不像我的少年那么浓了啊 那么这个的流香里面是微微有点这种木质香啊 没有什么花粉香 所以没有那么挠人 所以这两款相比的话啊 这一款是更符合木质香的定义的啊 但是它的流香偏淡 那这一款呢更像是男士香水味 它的流香就偏浓 接着这款啊 半亩花田的沐浴油 香气名字叫空谷弹音 呃 因为它是个沐浴油啊 所以首先它这个液体脊穿啊 呃很稀 跟这些沐浴露是不一样的 香味上来说呢 它属于比较浓的弹香味啊 里面混合了丝丝玫瑰香 这就使得整体呢会显得更加柔和一点啊 降低了弹香的攻击性 呃从清洁力上来讲 它的主成分是干油水山泥醇 然后再加两性表和APG和氨表啊 清洁力上呢肯定是属于弱的 那么冲水的滑感属于中等啊 刘香上来讲我觉得也是比较明显 比较浓啊 这种呃 纯正柔和的弹香味啊 呃但是因为是沐浴油嘛 所以这个的泡沫啊 它会比这些沐浴露显得略偏少一点 最后来说这款啊 润培的富奇香分沐浴露 香气名字呢是叫弹香百合 这个香味我是闻不出什么富奇香啊 也闻不出什么弹香 你要说稍微有点点花香啊 那也不属于百合花那种浓郁的花 总而言之这个香味真的是太淡了 所以这个里面加了什么弹香吗 如果硬要说加了那真的是堪比中华憋经理的憋了 那么这个呢它的清洁力上来说用的是AES加安表啊 清洁力属于中等 冲水的滑感呢也是中等 流香呢是真的几乎是闻不到啊 所以这款是适合不喜欢流香的人啊 和木香没什么关系 好最后来补充说两点啊 我们说这个清洁力的强与弱 如果说你是喜欢这种清洁的越彻底越好 然后本身皮肤也比较皮实啊 那你可以一直去用这个清洁力强的 如果说你属于这种皮肤比较敏感啊 容易干燥啊 容易干痒啊 那肯定是优选这些清洁力偏弱的 还有这个冲水滑感的问题啊 我前面有好几款我都说它滑感属于中等啊 这是至于非造极型的沐浴露来说它是中等的 如果你是比造极型沐浴露的话 那这些就都属于滑的 那么今天讲的这些有你用过的吗 欢迎到评论区来聊聊你的感受啊 喜欢强哥内容别忘了来个点赞收藏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都可以因此 我们下方的码枕 当下的码枕 我们下方的码枕